這個已經要杯瓶酒了吧 整個湯頭會回甘 你別一直喝... 不會滴 可惡 我們空氣現在放送 吃給他來了 可惡 歡迎來到我的地板酒粥 在這裡 鎖地的車站 就是你可以這樣子 橫著走囉 當然啦 但是等一下 我還是現在很危險 我們在台灣出了那麼多班 你每次都是睡覺 睡覺再睡覺 我跟你講我在九州一樣睡覺 但是... 我在九州開玩笑是我的地板 不用什麼東西不用擔心 而且在九州看一下後面 博客駕駛做電車非常的方便 去哪裡 我跟你講我的專業睡覺一下 就到囉 客人啊 上個禮拜到九州 恢復真男人的夢多大人 眾所驚訝的竟然很多地方 沒有去過 為了證明他不是九州真騙人 求求大家給他一次 頒回真男人演面的機會啦 今天就要從他最拿手的福岡市出發 前往日本美食真正的發源地囉 這個是要直接吃拚的 它是吃拚的比較有口感一點 然後有脆 對 對 脆脆的感覺 就是這個... 好好吃 然後一點點就是辣辣甜甜的 這個已經要杯啤酒了吧 你看我們想像就是 本骨湯頭會回甘 對 對 它明明就很濃 可是你可以一直喝... 都不會膩 它的汁香味超香的 然後它很甜 然後但是這個有不會膩耶 JU C 第一樣子夠他們才有辦法了 對... 他們白癡吃 好像沒有耶 朋友啊 跟著我們一起從福岡市區出發囉 我們起碗之前先吃飽好不好 當然要 對不對 這個一定要吃 對啊 好餓喔 而且我帶你們去很厲害的 早餐不用啦 其實我跟你講 我們這些人很好打發 小資族... 就是便利商店的玉飯堂 什麼就可以了 真的沒有關係 Please 你們搞清楚 我們現在要吃的是這個 牛舌丁薯500塊 那你 夢多大人信手撵來 竟然就是牛舌當早餐 而且聽說還是日本人 票選最愛的早餐第一名耶 乾杯 乾杯 然後人家吃早餐的時候 是在喝啤酒啦 這個是政府規定的 天啊 你哪有 哪有乾淨的東西 沒有啦 在便利商店裡面有價錢的話 早餐是真的啦 早餐 日本真的有早上的 早餐喔 我們就是日本人啊 就是上班子啊 這壓力很大嘛 就是休假的時候 早上就開始喝啤酒啊 不是啦 這個早上7點到10點的 限定牛舌早餐定食啊 還可以加價選擇其他配料 除了早餐之外 像語心的名太子 也是非常欠吃的唷 這個名太子好新鮮的感覺 吃得對啊 然後攪在這個飯箱之後 這個 這是這一餐的重點吧 牛舌 但是它的牛舌算是切非常非常薄 就是現在還可以有點透光的感覺 對 把它吐上去 吐上去 我們吃大吃 夾在一起吃 這個牛舌是屬於比較有嚼勁的 但是我覺得它很適合早上吃 是因為你雖然看它 好像油亮... 但是你吃起來 完全不會牛膩的感覺 真的啊 然後因為我剛剛加的名太子 一點點辣辣的 它那個心口的名太子 會讓牛舌的味道更加提升 對... 層次會不一樣 不一樣的頭髮 看火烤過的牛舌薄片 夾帶著濃厚炭香與絕感 跟名太子的香味是相輔相成耶 另外還有山藥泥的搭配 吃起來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滋味 看到那個山藥好濃郁 因為我剛剛這樣刮起來的時候 大家會看到它有多綿 它有黏黏的感覺有沒有 很濃稠 所以你這樣吃下去的時候 你就覺得 也很真實的感覺到 米粒在你的嘴巴裡面滑動 好厲害 它變得很溫潤 然後很像那個烤的香味 一隻串進來... 你以為夠厲害了嗎 夢多什麼的 九州硬漢終極吃法 新鮮雞蛋加入高湯醬油 攪拌攪拌後 倒入挖洞的米飯中 加上名太子之後 將牛舌放在一旁背著 然後 你怎麼吃飯比吃拉麵還好啊 你這是用喝的耶 他好忙 他吃一口好忙喔 複製好多喔 好過癮這樣 看你這樣吃阿蘇 我都快轉不過去來了啦 這樣一條龍吃法 到底是怎麼樣的爽感啊 這家的雞蛋超新鮮的 它雞蛋的甜的耶 然後他們的醬油 一點點是有那個 它香氣 它一點點用高湯的醬油 高湯醬油 應該是昆布吧 昆布 所以它的香氣很濃郁 然後加上這個名太子 那吃完的時候就是牛舌 爽 爽 這個是正著酒粥的吃法 看你們早餐吃得如此滿足 但是手上空空的 好像還切了點什麼耶 我跟你講 我就知道你們的要求 所以我現在安排要去的地方 就是這邊 伴侶啊 我選這個餐廳 92個點在裡面喔 全92店鋪 對 這是不自然的嗎 真的做不完 賣不完 真的很厲害 買一順上桌吃喔 好喔... 博多車站真的很好逛啦 吃完牛舌往上一層樓 來到這個超大的九州伴手禮街 不用做功課 你能想到的通通一網打進 讓你買到多首售 來... 我們趕時間啦 來... 這個很厲害 這裡很有名的一個伴侶 很好吃 什麼東西 你看看... 雞翅啊 對 沒錯 不是啊 我們坐電車 又不會有微波爐 對啊 你在幹嘛 我跟你講 這個不能用微波爐 這個是專門吃拼的 拼的 你帶我們來買冷凍食物 不... 拼的炸雞 拼的炸雞 對啦 不說你不信 這鶴鶴雞啊 可以說是九州最妙的美食了 誰說炸雞一定要熱熱吃 拼的一樣好吃到讓你叫 五顆桑 它一樣是一般的炸雞 它吃起來它的皮這樣咬下去 其實有點甜點的感覺 可是你會吃到裡面的肉的時候 你會說不對 它是炸雞耶 然後它裡面的肉非常... 其實它沒有因為冷掉 所以它沒有那個雞汁 它還是咬下去的時候 那個雞汁還是啪滋啪滋 一直在你嘴巴裡面噴射 這個香氣超香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芝麻香 也很厲害 對 真的 那個芝麻好好吃喔 在外面完全是體會加分的感覺 這個一定要杯冰酒了嘛 高溫油炸過後 用特調醬料調味 在熱呼呼的狀態下直送冷凍 吃起來是甜中帶微辣的酥脆口感 順口到像在吃零食一樣耶 這種筍子的美味 絕對是居家旅行 飲酒追劇的最佳涼拌啦 只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愛吃魚喔 這個好像不能熱的吃喔 對 這個冰的吃感覺比較好吃 你們就是很內涵喔 我跟你講喔 這個我之前有微波過 但微波起來那個味道 它的風味整個都不見 所以這個是要直接吃拚的 這個這麼好吃的東西 為什麼它在台灣知名度很低啊 這個這裡的東西太好吃 為什麼還告訴別人呢 是他們當店也其實自己也愛吃 對 而且這邊是這一區的No.1喔 聽到沒有 九州美食絕不償失 來玩沒吃你得不償失 幹嘛... 幹嘛... 來到九州就是要吃 等一下... 什麼... 好啦... 你懂了喔 我就是要吃明天... 好啦... 等一下... 冷靜... 看一下這邊 都可以吃 而且很多味道 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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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啊 不要怪少女失心瘋啦 福岡就像是個被美營太子 主宰的城市 每天每餐都必吃 而這裡有多達十幾種口味 任你選 試吃吃到爽 喜歡再帶走 小姐 比較冷靜耶 多好吃 你也說看看啊 它的明太子有一點點辣味 然後咬下去之後 你會吃到一顆一顆的柚子 它柚子果肉其實蠻多的 然後你還會除了辣味跟鮮味 鹹鹹的之後 那個清甜的感覺就慢慢出來了 在台灣從來沒有吃過 這種口味的明太子 它就是一塊鮭魚的生魚片 就像一塊四方形 然後外面裹著一層明太子 它有一種那種青子凍的感覺 比較軟 然後加那個魚肉 咬下去的時候 鮭魚的汁就發炸 隨便試吃兩種就那麼好吃喔 而且還很幸運的遇到了 新口味開賣第一天 還不趕快嘗嘗一下 好海洋的味道喔 真的喔 對 然後我覺得這個 是可以單吃的耶 它不會讓你覺得太鹹 但它這個因為很多 很多料 對 很多料 然後明太子的味道 會因為它海藻的味道 讓它中和一點 不會那麼的鹹 我後來發現啊 這個兩個可以配酒 這是小菜 配酒菜 直接吃的 對 好啦 夢多大人安撫好了 團圓的味 就可以真正的準備上火車出發囉 前進九流米 豚骨拉麵的發源地 你看 但想像是 豚骨湯頭會回甘 它明明就很濃 可是你可以一直喝... 都不會膩 神秘的河童傳說 隱藏了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 你已經不能河童骨 河童骨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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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啊 怎麼給你湯頭會回甘 直接一直喝... 一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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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啊 歡迎回到食尚玩家 今天九州真被人夢多 要重拾真男人封號 帶大家坐火車玩浮缸 剛剛在伯多車站 吃好買滿之後 要出發前往九流米啦 快到了 五流米 是不是這個很方便吧 真的超方便的 去哪裡都這樣子耶 OK吧 那這個地方怎麼樣 漂亮 你是不是很奇怪 可是你為什麼... 對啊 為什麼你長得怪怪的 你不是住福岡嗎 我第一次來的 很廢吧 很廢的 厲害了吧 從走到廢到尾 從台灣廢到日本 我廢 我廢喔 夢多啊 不是說要給你機會翻回顏面嗎 你現在跟我說九流米 你也沒來過 我真是很興奮的 鄉親啦 來到九流米的第一站 不能錯過的就是這個 得過獎的九流米車站 美麗的玻璃帷幕 還有整點會動的人偶時鐘 都滿很值得讓人住足耶 你們兩位 來到九流米一定要吃的東西 是豚骨拉麵 對 你最愛吃的拉麵 就是豚骨拉麵嘛 對 拉麵 對啊 而且我現在帶你們兩位來的是 當地連結的最好吃的 豚骨拉麵店 還有三個米其林的 米其林 對 米其林的拉麵店 太厚辣了 據說九流米是豚骨拉麵的起源點 在這裡可是能夠品嘗到 那最道地的古早豚骨味呢 來... 吃到拉麵了 我們剛剛從進門到現在 有一股非常非常濃厚的豬味 豬味喔 對 而且非常強烈 我們會不會吃完 然後大家出去都是 身上都是那種味道 我跟你講喔 這個就是我們日本人 第一次去台灣的夜市的時候 聞到那個味道 臭豆腐 一樣道理 對啦 店裡頭那臭臭的味道 就是濃濃的豚骨味 但是入湯之後喝起來 卻是神奇的紫色美味啊 它這個明明看起來 是這種水水的 可是它超濃耶 其實它的濃郁感啊 還滿有層次的 其實你喝進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濃很濃 喝下去的時候 可是慢慢... 你很難想像就是豚骨湯頭 會回甘 對 對 它明明就很濃 可是你可以一直喝... 都不會膩 店家獨特的湯麵制法 將成熟的舊湯加上新湯熬煮 把深厚的甜美跟濃度 都鎖在湯頭裡 而濃醇的老湯底 配上手工細麵 就是玩最道地的豚骨拉麵了啦 不好意思 我是老實說啦 我不喜歡細的麵 為什麼 因為我們南九州吃的是 比較粗一點的麵 但是只有福甘 這一家是比較細的 但是搭配這個是 這一家是豚骨的高湯的話 一定要搭配這個 因為這個是很match 因為那個比較細嘛 所以旁邊都是它的湯 在旁邊 對 就是這個味道 真的回了福甘啊 我覺得它的麵非常的... 非常的調 對 它明明是細麵 然後它已經吸了這麼多湯汁 照理說它應該要軟趴趴 可是它沒有 它還是一條一條非常的分明 在你的嘴巴裡面滑動 我覺得這是非常厲害的地方 除了湯和麵的完美搭配外 一旁的配料也都常有玄機的喔 叉燒 你看 超薄耶 對啊 是薄的那一種 切得非常薄 這樣應該是不是感覺 比較不會這麼的油膩 對 對不對 薄片的話 它吃下去的時候 它這麼薄 可是你卻不會覺得說沒有口感 它還是非常的Q 除了Q以外 它又有一股很濃郁的脂肪 直接在你嘴巴裡面化掉 對啦 因為湯頭煮夠濃郁 所以叉燒切薄片 來降低油膩感 特別的是碗裡的這個小東西 可以將整碗豚骨拉麵 瞬間變成古早味中的古早味喔 炸的豬油喔 炸豬油喔 這個是吃起來很脆 它吃起來很像沙拉有沒有 上面放的吐司 硬的帶到 有...脆脆的 有一點點那一種感覺 然後吃起來脆脆的 然後因為它進到那個湯裡頭 所以它又不會到 你好像咬不動 所以就是它把它中和了那個脆度 炸豬油讓濃醇的豚骨湯頭 增添了豬油香氣 將古早味表現得淋漓盡漬汁啊 但是除了豚骨拉麵發源的傳說之外 九流米還有很多故事 讓這城市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大火車到了 太方便了吧 超方便的車票 田竹玩車站 對啊 我跟你講喔 這裡雖然是一點點鄉下啦 但是這邊有很多好玩 而且你們兩位 有沒有發現一個東西 西螺 哪裡啊 西螺 湯老鴨... 對 不是啦 蛤蟲啊 揭開九流米的神祕面紗 底下隱藏的是 河童大本營的傳說 但傳說中的河童究竟為何物 是好 是壞 是守護神還是妖怪 從來 歸久以前才有說是護墨 從來 真的 皮膚是青色 皮膚是綠色 見分件是寒 噴 然後 頭在 瓶 真 養 你吃 最不好 看起來心驚驚 但這些都只是鄉野傳說啦 而且九流米這個地方 還讓妖怪河童變得和矮的起來耶 連玉鎖 這個是蝦馬 蝦馬 蝦馬連這個都有河童耶 它是立體的耶 對啊 我才看到這種立體的 你看喔 側面 它是整顆頭的耶 但是它這個要刮在哪裡啊 在家裡或許說是說瓷帆 因為它是水裡面的繩 如果就是有比較有火 比較危險的地方 就是可以比較安全 然後買東西來的是跨載店裡 有感是店裡就是賺很多錢 這樣的河童甚至變得有點可愛說 真的超多河童 沿路看來好多店家 也都是河童還有那種白報 對啊 那我們來玩個小遊戲吧 第一屆河童杯大賽 限時三分鐘尋找河童 並與它自拍 找到越多河童者獲勝 我剛剛已經看到了兩個 對面一個 那找到的是不是不能用啊 你要自拍喔 可以啊 找到可以用啊 反正比多就好了 還有一個 好... 一個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這看錯了 看錯了啦 一個 這個有嗎 這個不是河童啊 好笨喔 這個不是 其實其實啊 這裡有很多很多 它包含店家都有那種 排報的推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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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講日文 我會講日文 河童盡在眼前 竟然都看不到咧 我的眼睛夜障中啊 夢多他他竟然跑起來了 一定要夠他們才有辦法了 我已經有什麼用心了 就是這個命運的交叉口 決定了截然不同的兩種人生 究竟是會日語的夢多 有地主優勢 亦或是子儀 雨昕 跟何同心有靈犀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一次給他拍個一盤 好可愛 我覺得你會贏 就這樣 夏語心啊 似如破竹 何同一隻接一隻 而這兩隻迷路的小白兔則是 他這隻是做得很像何同的 然後把一個碟子放上去就可以了 不行嗎 他其實很像是何同對不對 蠻像的 胡說 什麼東西都放碟子 他帶著 這個太好用了 哪一條黃都沒有啊 而且那趟好找一下 上面有... 有... 夢多這個傻瓜 繞了一大圈 終於找到了橋邊合同 跟牆上合同 他正想要再接再厲時 殘酷的哨音 無情的想起了 幾次樓 有他們弄嗎 其實不多耶 好快 來 我們先來食物禮心的 這邊有三隻 1 2 3 4隻 一個5隻 看板上面 然後 16隻 4隻 8隻 9隻 這邊 10隻 11 12 13 14 15 16 然後回來 回來 回來 妳要去哪裡 好的 謝謝兩位店裡參賽人 也同時恭喜得獎者 韓劉來 他在幫合同穿衣服耶 那是嗎 真的 他在幫穿衣服 真的假的啦 真的啊 真的耶 他在穿衣服耶 真的耶 你剛剛我們現在這邊多冷 聽說明天是6度 傻子 對 很冷 但他現在還裸體 前日本串燒No.1 城市中的串燒首席 可惡 我們空井線的串燒 吃給他人了 可惡 真的假的 他外面烤得非常舒服 然後裡面好軟嫩 而且好Q彈喔 酒流米葡萄酒莊 無價巨風來釀酒 好喝 它是很濃郁很濃郁的葡萄汁 然後有一點點汽水的那種 對 有一點蘇打蘇打的 炭水 可惡 我們空井線的放上 吃給他們了 可惡 你們兩個好像好美喔 好像出來玩喔 這種畫面 對 我們是出來玩 等一下 你是導遊大叔 你好 我是導遊 你好 因為台灣 演藝圈做導播好 而且沒什麼屁用 所以來這邊騙台灣人的情侶 情侶 對... 夢多三嘛 對啊 導遊大叔 沒什麼屁用的導遊 你好 沒有 他這次才是跟我們來玩 好不好 對啊 你都沒有來過耶 你怎麼回事 對 你最終於看兩年 天啊 聽起來 你怎麼沒有來過 你有沒有來過這個 沒有 歡迎回來食尚玩家 九州南俄夢多帶隊 從福岡坐火車 一路玩到九流米啦 九流米地區的傳說跟美食 真的是讓人挖掘不完耶 不知道現在夢多三 他又要帶我們去哪裡去逃呢 晚上了 分野時刻 一半... 一半一半就沒了 我好怕跟你喝喔 我跟你講喔 你們現在喝酒對不對 對 很久的話就是要吃什麼 就是焗鳥馬 很燒 對 而且這邊就說那個 久留米地區是非常燥燥 非常有名 有句話是這麼說的 好山好水 九流米 燒鳥拉麵都第一 除了豚骨拉麵外 九流米也是燒鳥串的發源地啦 店舖密度可說是全日本第一呢 我是個人覺得很特別的 這裡是焗鳥馬 鳥是雞嘛 對 但是就是久留米這一區的是 包過這個五花肉豬肉 也是叫做焗鳥馬 這麼浮誇啦 他手很軟耶 手這麼厲害對不對 買到... 吃一口... 什麼事 現在是在浮誇幾點了 你看 還不快說說這五花肉 是我多好吃啦 我覺得這是放一點的鹽巴 就用那麼簡單喔 它的滋香味超香的 然後它很甜 然後但是這個有不會膩耶 脂肪 好啦... 脂肪的不只是這豬五花 還有這個 它外面烤得非常酥彩 它裡面好軟嫩而且好酥彩喔 可惡 我們空氣線的飯 吃給他們了 可惡 真的假的 好吃耶 那一站是日文叫做HORMOM HORMOM是就是丟掉的東西 就不要了 直接沒有人在吃 但是這邊的人覺得 這個東西又好吃又便宜 然後就是現在是留下來到現在 轉而變得最紅的 他們的處理的方式很厲害 有沒有發現這個大腸 就是保留了配配的部分 但是屬於太多的油分 已經沒有了 容我稱呼年一生串燒全威啊 酒流米因為以前有肉墊 內臟墊 食材取得容易 所以除了肉類串燒外 內臟類也是絕對必吃的喔 它的烤肉那個燥燒醬好香好甜喔 它裡面有很多的洋蔥 所以咬下去的時候 你還會有卡滋卡滋卡滋的味道 重點是它的雞肉 它有很多洋蔥的水分 所以咬下去的時候 那個哈吉塔是那個雞汁 跟洋蔥的汁會一直 對啦 這間串燒老店 就是發明捲物串的店舖 各種肉類與其他食材的搭配 可說是捲好捲滿啦 豬肉包子 豬葉 它就是像棉盾蛋糕這樣 一圈一圈把它捲在一起的感覺 然後重點外面 但是外面它因為用烤光 所以外面這一層酥酥脆脆的 然後那邊是軟軟的 可是它烤光很厲害 對啊 觀眾啊 在九流米吃串燒 一定還要搭配上這個天神等級的 合風高麗菜 這個高麗菜其實很重要 很重要 因為通常我們吃串燒的時候 不太會是這樣吃串燒 但是烤光這區他們一定要吃高麗菜 而且這個是酸的 有點酸的 就是有算是那種日式和風的那種 對 我跟你講喔 它的功能很厲害 因為有時候吃膩嘛 水果 解膩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喔 就是這個高麗菜免費 對 要配這個超好吃喔 真的超好吃 超好吃 好甜喔 就高麗菜才好吃 好好吃 吃軟肉 吃高麗菜 一直可以這樣輪流吃耶 你會輪流吃 然後你不會 你甚至你可以這樣子 對... 三成肉這樣配一下 配啊... 通膠菜 雞雞雞 喵喵喵喵 這個不太高的高麗菜 快點讓台商所有台灣來的 台灣從宮崎水苗啊 究竟入手好吃的高麗菜 到底是專業製作的呢 我們來幫他探究竟吧 很簡單吧 不要打我 我也是被逼的 幹嘛 傳說中在第一名燒烤 城市裡面的第一名的燒烤店 我真的... 幾分幾分 我老實說啦 只能牛肉以外比光景先的好了 真的假的 這是一個很大聲戰 你看如果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你會吃那麼多耶 對啊 一隻隻耶 而且高麗菜很強大耶 高麗菜湯的 它高麗菜是生的 但是吃起來是甜味 不會讓你覺得會有那種 葉子的澀味 而且它的高麗菜好脆喔 還有這次要再好吃 如何再說 最好的生意也是 吃吧 吃吧 生意也好 好脆喔 你這個幹嘛 你合同獲勝的禮物 是不是要整我 沒有... 你打開的是什麼 誰要吃小黃瓜啊 賀童最喜歡吃小黃瓜啦 第一間合同獻冠軍 對... 獲得小黃瓜三根 謝謝大家喔 好上好水 酒流米 合同獻最愛的小黃瓜 你就收下吧 我們現在來到水果園啦 葡萄園... 好厲害喔 而且都是颶風颶風的排隊 我跟你講喔 之前就是採水果 俯瞰的水果都很好吃耶 但是我們今天是來吃葡萄嗎 不... 因為水果是季節性的 所以現在是剛好什麼都沒有 因為節目都採完了 那我們來幹嘛 對啊 你們真的很笨耶 颶風 因為我有點不太能接受 你說我不笨 太太奏 你們真的很聰明耶 對... 沒有錯 因為是用葡萄做什麼酒呢 葡萄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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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不要再忘了啦 想不到酒流米竟然有葡萄酒莊 還藏著無價的颶風葡萄 重點是他們竟然還拿來釀酒耶 各種飾飲鈴狼滿目 只是怎麼連這個新口的 颶風葡萄紅酒 看起來也很無害啊 剛剛老闆娘啊 跟我講說 為什麼他們的葡萄酒 沒那麼紅 對 因為他們的葡萄很大顆 所以是葡萄的果肉比較多 比較多 對 然後那個皮比較少 因為那個... 以這個量來說啦 紅酒的紅色是從皮來的 就是皮太少了 所以是有點像Rose 感覺是平常有在喝的人會喝的 它比較辣比較有一點點 對 我是覺得啦 這個是配牛排啊 好就是這個菜 對 我覺得它是佐菜的這種酒 對 如果喝酒初階班的同學 不能接受這帶著色酸感的 大人款紅酒 那你一定得試試這超級特別的 紅酒寶寶 紅白酒的大概酒居是 11、8到15左右對不對 對... 它只有是好像是7% 7% 發酵到一半 對 就甜了 所以就是比較順口 非常適合女生 而且我覺得這個 不只適合女生 是適合你剛開始會喝酒的人 就是... 喝酒 因為如果你一開始就喝這種 可能比較濃烈的 你會覺得算了 先不要了吧 可能你之後就不喜歡喝酒了 但是這個因為甜甜的 然後很適合女生 然後用粉紅色 你會覺得這個之後 我可以再來嘗試看看 真的 這麼巧 就是我不太會喝酒 然後酒精也不好喝 不太會喝 我跟你講這個是不是跟果汁一樣 對... 你講起來怪怪的 你講起來像他做一道菜 沒有喔 沒有 媽咪 這裡有怪事實 這個帶著果汁般的甜味 還有粉嫩外表的紅酒寶寶 雖然只有7%的酒精濃度 但各位女孩 還是要適量飲酒嘿 那你怪叔叔夢多 你還要隱藏版的殺手劍 它只有酒精2% 剛剛剛上次小班牙是7% 對 7% 這個是根本就是 幼稚園的學生一樣 算是紅酒也是算是果汁 很特別 老闆娘為我們試喝的 但是比它還要濃的顏色 超級深紅 對啊 這才是真正紅酒 我們平常喝到紅酒的顏色 好好喝 它是很濃郁很濃郁的葡萄汁 然後有一點點汽水的那種 對 有一點Soda 汗水的那種汽水 有汽水的感覺 因為它正在發酵 所以它有一點二氧化碳 是刺的 這兩款完全可以適合女生跟入門的 客人啊 除了招牌的聚風葡萄紅白酒外 這裡還有各式各樣的水果酒 可以買回家 哪有機會來福岡這個 這個15分鐘火車車程的九流米 還有更多的美食與傳說 等著大家去探索喔 那這個可以給我嗎 這個剩的 可以嗎 可以嗎 好香喔 熬到... 好開心喔 這超好聞的 而且剛才有充分的一口氣 好香喔 對 好香喔 它聞它有一點點酒精味 有一點 聞是有的 但喝起來有一點點酥打的感覺 一滴的 三個人都踩管踩掉啊 你們沒得喝了